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许女主能够用得上 最后女主留下了封岛园的门票 带着门票来到了聚会地点 小伙伴们说小河的死其实很奇怪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的 既然小河留下了这些门票 不如就去封岛园去玩玩吧 就这样他们一行人来到了游乐场 小莉把他们的旅程用手机录了下来 小花全程都在尖叫 他们一块玩了鬼屋 海盗船 还有过山车 他们全部玩了一遍之后 就开始作死 而小莉告诉其他的四个人 问他们 听说过这里的诅咒吗 千万不要去敲古阳馆的大门 也不要在鬼屋里回答任何问题 更不要去偷看镜子屋的神秘之景 否则就会被带到一个神秘的空间 永远都没有办法离开 小米就说 不如他们就去挑战一下 古阳馆就在前面 他们想要让女主去敲几下门 可女主正在犹豫是敲还是不敲的时候 小米直接在门上敲了几下 还逗女主 还把你给吓的 鬼是不容易那么能看见的 这个时候大门突然打开 里面出来一位大叔 然后问几个人找他有什么事 几个人害怕的赶紧跑了 只留下小米一个人在古阳馆面前傻笑 然后他就听到了嗡嗡嗡的声音 画面一转 女主他们发现小米失踪了 电话没有人接 到处找也找不到 在天快黑的时候 小米才给他们打电话说 他在鬼屋 让女主他们快去救他 就这样他们几个人就去了鬼屋 可是在这里他们不但没有找到小米 小花反而鬼使神差地回答了几个问题 受到了风导员的诅咒 整个人都消失了 然后他们几个人就开始寻找小花 不久之后 他们在镜子屋里看到了小花的身影 这个时候小丽好像发现了不太对劲的地方 这个游乐场一共就有三个诅咒 如果再进入镜子屋 他们几个人或许就会出事 而小红说不管怎么样 还得先找到小花再说 进到镜子屋里面和前几次也差不多 他们没有找到小花 反而其中一个人还受到了诅咒 不过这一次他们碰到了小和 小红看到了小和之后 直接就被吓傻了 之后影片就陷入了回忆 在很多年以前 女主和小和是很好的朋友 可是小和非常的内向 而且不太和寻 女主就试图把小和拉到小红的群体里 这样的话小和也不至于太过孤单 可是小红他们并不是好人 这一天他们几个人来到封岛园玩 在女主去卫生间的时候 小红对小和说 不要总是闷闷不乐的 还问小和 听说过这里的诅咒吗 还想让小和去挑战一下 然后让他去敲两下舞阳馆的大门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时候小丽也查询到一些关于诅咒的资料 资料上不但介绍了挑战诅咒的方法 而且下面还有很重要的提示 如果真的受到了诅咒 如何才能够解除 可是当时小丽就没太当真 所以她就没告诉小和 要如何才能解除诅咒 直接导致了小和在敲门之后 离奇的失踪和死亡 画面回到现实 小丽和小红彻底闹翻了 然后小红拉着女主赶紧离开了 而小丽则是很悠哉地查询解除诅咒的办法 其实解除诅咒的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在拥有百年历史的旋转木马上 转两圈就可以解除诅咒 从说明上来看 他们现在是处于一个一次元空间 方法虽然很简单 可是小和未必能让他坐上旋转木马 所以小丽在得知方法的那一刻 也就是他即将死亡的时候 不过最后他在死的时候 把解除方法的视频发给了女主他们 可就当女主来到旋转木马的时候 却发现木马没有电 根本就运转不起来 这个时候女主找到了一张游乐场的地图 上面标注了配电视的位置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跑到了配电视 很容易地就找到了旋转木马的电闸 可是他们发现这个地方并不是那么简单 这个地方的桌子上 到处都写的是小和留下的遗言 他们几个人的合影也变得非常的扭曲 旁边还有两具骷髅 看起来非常恐怖 然后小和突然出现了 他的目标是小红 女主当初是小和的闺蜜 两个人关系还不错 所以女主顺利逃脱 来到了旋转木马 还以为女主能够逃脱 可没想到这里突然停电了 小和出现在了女主的旁边 其实当年小红去怂恿小和去敲门的事情 小和并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他根本就不想去 也不打算去 他担心诅咒这东西如果是真的话 自己被困住怎么办 他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 可是当女主得知这件事情之后 不但没有帮小和去打抱不平 反而告诉小和 让你敲 你就去敲吧 如果小和真的去敲门了 说不定大家真的会很高兴 听女主这么说 小和肯定是不太乐意 而小和为了维持这段感情就去了 所以女主是导致小和死去的直接原因 女主必须死 影片最后是三个女生商量着 去试试封导员的诅咒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